台北市也會提換款計劃 他有提了 他並不是沒有提 所以他也編列了預算 那既然他提了 為什麼我們中央政府 還要補助一半呢 不 這個是中央政府的補助 其實不是只有 對台北市政府做過補助 喔 你又在歐流行動 一樣做補助 像譬如說 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這個地方政府 為什麼能夠那麼早提前解決 也是因為99年 中央政府也編了一筆 福利的預算 高雄市政府 沒有欠那麼多 沒有打官司嘛 李主長 我覺得你不能這樣講啦 我想這個官司的部分 其實在一省的部分 是有很大的政議 一省的部分 這整個都是台北市政府要還的啦 是 這整個都是台北市政府要還的 因為官司輸了啊 所以他也編了還款計劃 編多少 編多少 他編了總共五年的還款計劃 他編了495億 沒有 所有的錢 中央政府沒補助嗎 這個錢 中央政府是 你必須要先還我錢 我才補助你 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官司打出 中央政府要補助 對中央政府同時也對高雄市 不要你不要這樣扯高雄市啦 組長 我的意思是說補助這個動作 其實中央政府對所有欠費政府財力困難的部分 他都有在補助 這是昨天的大話新聞喔 健保局的組長李少珍打了當事人澄清專線進去澄清 不過一直不斷的被鄭鴻怡打斷 不讓他講清楚 只要這個李組長呢一講到健保欠費有台北市有高雄市 講到高雄市就趕快把他打斷了 所以這個昨天的這個大話新聞當中這一段當然是這個李組長call in的這個部分喔 他講他是這個烏龍邪道剛剛大佬說這個邪道不是罵他是邪門歪道的意思 是說他繞來繞去賊鬥 所以不是這個今天報紙的翻譯 但是呢他不斷的提到台北市跟高雄市的狀況是一樣的 但是鄭鴻怡就說台北市跟高雄市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你不能夠講高雄市喔 那而且這個李組長講話也不讓他講完整 他的call in講不到五分鐘 鄭鴻怡又說哎其他觀眾要打電話就把他掛了 明明當事人澄清專線跟其他觀眾的專線是不一樣 這是大話新聞自己講的 就這樣掛了他的電話 另外剛才我們也提到說 他昨天在節目當中說 楊智良腦袋不清精神狀態有問題 講到這裡後來他還得意的強調說 我們大話新聞的收視率高達1.73 在所有節目中排名第四 楊智良可以污衊我 但是不可以污衊這些觀眾喔 這些觀眾是鄭鴻怡的支持者 所以鄭鴻怡講的話大家都不能挑戰嘛 鄭鴻怡 我想那個第一個我們常講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大家應該要知道一個邏輯 可以言言論自由不是可以自由言論 你不是什麼都能講的 你這個非法的無理的 不都不能講的 第二個我們常講公民道德 但西方國家他是講白領倫理 就是你白領就是你讀過書的人 你讀過書的人你做 因為你的教育從事那個行業 你必須要有那個那個行業的 一個責任感跟使命感 我覺得現在台灣就變成一個這個 就是說現在這個 我就講這個三立電台 我公開講他可以告我了 他是不是就利用這個 以地上媒體的實力 玩地下電台的暴力呢 以前是地下電台不負責任 然後地下電台觀眾打電話講一件事 他就讓你這樣講完 那觀眾電台我聽人講喔 那個阿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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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傳播出去了 那傳播出去了 那另外呢地下電台他是怎麼樣 這個人講話 如果對地下電台不理他 另一個階段 他不讓你講 那甚至他在那個地方就是收 他有來電顯示 沒有來電顯示他不講 有來電顯示 他就講 喔 剛才那個打電話來 一定是國民黨派的 他的電話是幾萬幾萬 我們大家跟他講 台灣人不能給他 他玩這種暴力流氓手段 但是現在 但是他沒有像地下電台那麼惡劣 但是人家來講話 你為什麼不讓人家講清楚 說不明白 他講了高雄啊 他為什麼要舉高雄 他的目的 因為這兩個地區 都因為有外來的人在這裡工作 在這裡那個 造成健保費的一個 非其他縣市所有的一個負擔 所以他覺得說這個東西呢 不應該完全他教 應該中央來補助一些 因為這都是移動到這來嘛 像很多人到高雄找工作 到高中去嘛 那當然最多的是往台北走嘛 所以台北市他這個健保 他有這個困難 他提醒中央注意 他有這個公平性嘛 他當然要舉高雄啊 要舉高雄來做一個對比 表示說 他是一個 中央的補助 要有一個一致性 和公平性 合理性嘛 那他這樣一個敘述嘛 那你鄭鋒儀是無知這樣做 還是根本就是一個阿拔 就學地下電台 阿拔故意這樣子給他切斷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我覺得是 以白理論理來講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太需要檢討了 因為他會說我節目裡面 明明只有討論台北市有欠錢的問題 你幹嘛 Coin進來說高雄也有欠錢 不行啊 我只是討論了台北啊 大話新聞有意要扭曲來 來 三起收視率 這種已經不道德到了一個地步 這個其實根本不值得去評論 壹傳媒 他如果要辦談話性節目 他現在連報新聞都有人脫衣服 收視率率就高了 色情節目收視率最高 他能夠說這是很棒的節目 所以他故意想辦法 跟這個Coin來的人吵架 來吸引大家注意 哪有人這樣子回應別人的話呢 有一個人跟你講話 你可以 人家一句話我就頂你一句 他就是用這種方法來表現 他的英雄性 覺得 你看我的支持者 和繼續支持我這樣子 難怪你 他是用這種方式來維持 可是 即便如此 我們不能夠同意 他在許多的事情 從早期的那個 那個病叫什麼 H1 那個病開始 一直到最近在舉的這幾個例子 他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刻意的 來做他的節目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非常簡單的事實了 我覺得 完全不必 好像用用他的收視率來表示他有正當性 你不要侮辱我的觀眾 你收視率就算到了5 我也不認為你是對的 也不會有認為對的 因為我只要播一個脫衣舞在你的節目上 說視率可以破8了 馬主持人 昨天我在本節目裡頭 我講到 鄭鴻宜多年來累積的經驗 他已經運用自主到有兩個主軸 一個就是鼓動兩岸的衝突 一個是鼓動貧富階級的矛盾 那一個是激情 一個是仇恨 而且他那個富他是不敢動的 因為他很有錢 所以本來貧富階級的矛盾 是要鼓動窮人去恨有錢人 但是鄭鴻宜這個人不敢 所以他就說窮人是政府沒有照顧你 那政府沒有照顧你的原因 是花了太多的資源去幫忙勞工 所以他這個把它轉過來 那今天我有一個新的講法 有新發現 對 因為鄭鴻宜跟民進黨 跟他的觀眾這個三角關係 其實民進黨是很悲哀的 我的結論是什麼 鄭鴻宜既綁架了民進黨 也綁架了觀眾 那民進黨既被鄭鴻宜綁架 也被觀眾綁架 因為我時間關係 我們就進一步講 你們回去想想看 誰是主動 誰是被動 我為什麼今天晚上 我要提出這個東西呢 所以鄭鴻宜得利最多 民進黨最慘 對 那觀眾呢 觀眾跟鄭鴻宜的關係 是互動的 但是是盲目的 是被利用的 是無知的 是比較可憐的 但是民進黨是啞巴吃黃年 被觀眾 既被觀眾 也被鄭鴻宜說綁架 那為什麼我講到 這麼多落裡巴說的呢 因為你剛才點到了 鄭鴻宜特別講 我的收視率是1.7 你不要侮辱我這1.7的觀眾 這個就是他在綁架觀眾 你看 我跟你講 全世界你看看 過去人類的歷史啊 這種現象我們要防圍杜鑑 要不然將來是一個 很可怕的浪潮 我在這裡就不多講了 所以你說那一點講完 其實鄭鴻宜如果這樣講的話 其實這個選舉結果 其實民進黨會反映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用綁架兩個字的意思 就表示民進黨應該是受害 被綁架了 受害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個節目 只對他自己本源有利 對民進黨選情並不是 因為他綁架 民進黨只是不能夠反抗而已 最後如果對民進黨選情不利 我的好奇是 這個節目應該不應該 不應該被檢討了 應該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來理解嘛 不是 你只聽我的一半 民進黨被觀眾綁架 不一定短期內是不利的 因為他如果綁架的觀眾夠多 而這些票夠忠誠的話 民進黨也許本來 在勝利的邊緣 變成穩當當選 這個是有利的 但是對長遠讓民進黨 走出一條健康的路 走出一個光明的未來 這個是不利的 但是對鄭鴻宜來講 對觀眾來講 他們不會看得那麼遠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他短期是很樂於被他綁架 因為綁架之後有好處 這剛才之前這個麗文講過 這叫做馬飛 馬飛啊 對 先吃一點 讓現在開心一點 但是以後可能會有後遺症 先進廣告